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衬衣也带了 你跟她都说了些什么 我没跟她说什么 她了解东北的局势 她说只剩长春 沈阳 还有锦州 又没有路上交通 全靠空运 跟三座孤斗没什么两样 你应该跟她说 我这儿挺好 如果连个副参谋长连衬衣都要空运 我的士兵就别过了 你这个情报处长回来的正是时候 魏长官现在正极一了解 共军主力未来的战略意证 种种即向表明 北满东满的共军正准备南下 一定要查清楚 他们要干嘛 将是遗令则军破身死 你必须弄清楚他们的意图 参谋长 有一个消息来源 是我们目前东北情报网 最大的一张牌 国防部二厅 在哈尔滨潜伏多年的一个电台小组 代号三五七 三五七 我记忆中能有印象 是毛人凤直接安插的 半年前三五七报告 在东野寺的一个作者参谋 离心倾向很大 请是能否拉过了无为我所用 为此 毛人凤还亲批了五百两黄金 目前他们已经掌握住此人 准备在关键的时刻 启用这个内险关系 不要通过毛人凤 让三五七 直接与东北脚总联系 可毛局长那儿 我会让楚部长 直接去向毛人凤解释 什么是关键时刻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已经得到南京的授权 这是专用密码 马上唤醒哈尔滨的三五七 是 专家长 你快来 好 好 偷偷密码 电台就在室内 小栋 打开侧向仪 查清电台位置 好的 电台位置 与开车 电台有尽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参谋长 已经联络上三五七了 三五七回电说东总的内线现在在双城子 即日起就会派人与其联络 有关情况也会在一两天之内发过来 人在双城子不在哈尔滨 那就是说只回布也在双城子 敌人在双城子 那就更加确定了共军南下的决心 只是搞不懂他们先打哪儿 沈阳 长春 还是金昭 两天以后三五七一定会为我们揭开谜底 那就等 是 这位是我们的领导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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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袁俱全 我没问你 我没问你 殷锦云 殷锦云 您是搞报物的吧 什么 我们是同行 您说什么我不太清楚 您终止外关节上有明显的老姐 这是工作室留下的 小朋友 来 到阿姨这儿来 叔叔阿姨啊 跟爸爸妈妈做一个游戏 做什么呢 我们玩曹嬷嬷好不好 你先把眼睛闭上 待会睁开眼睛 找爸爸妈妈在哪儿 好吗 发现这台 还是热的 撤 走 别怕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各野战医院 尚存五千名 日本籍的医护人员 这批人是个大头 作用发挥好了 合反救我军 成千上万的生命 102指示 这批人一定要用好 要优待 报告 等会儿 您肯我们自己饿了肚子 也要保证这批日本籍的 医护人员 每约能够吃上定额大米 拿上固定薪金 你请102放心 我们会照此办理 不得打到哪儿 我们的担架队 就会跟到哪儿 好 要代之以成 用之以信 什么事儿 102指示 让您立刻去东北区社会部报到 有紧急任务 社会部 拜托了 勇护人员 好 刘部长 李轻啊 抓获了两个特务 已经交代了 他们对他们的南京长官吹了牛 收买的那些联系人 不是东叶司令部的作战参谋 而是司令部直属队的战情参谋 这个人并不掌握核心机密 已经通知夜色保卫部把他抓了 这事归你们社会部 况且人已经抓了 还通知我过来干什么呢 小赵 到 让大家出去 是 李赵 103提出 以我们哈尔滨抓获的 敌人第三五七电台 做逆向工作 向敌最高统帅魏蕾黄提供假情报 又是他做出错误的判断 掩护我们将大量的部队 调往景州城下的战略部署 理论上听起来是个好办法 价值不亚于三个纵队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太大 难就难在哪儿呢 难在假情报得有真水平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对方可不是一般的行家 稍有破绽 就会被识破的 所以 102要你来做这个假101 102说了 你图上的功夫 是当年1150最好的 这话是批评我的 行 我服从命令 真101做不了 还不能做个假的 我的办公室就交给你了啊 工作条件我给你提供了 你就在这儿 开你们的服务器店 我有一句话 戏要唱好 还要唱到出彩 那我们俩 谁听谁的 这个我就不干预了 你定吧 定 我听你的 空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 共军辽西地区铁路夜间运出繁忙 白天也有大量人员愈怒迹象 味道 情报处长来了吗 到了 我去叫 三护生 三五七有情报发过来吗 你联络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为了三武七的安全 我们会尽量把通信时间缩短 黄过大罗 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 坐下 坐下 重复一遍 不能玩花样 不能错发 倒发 手法呢 我知道你的手法 就按照你平时的手法发 记住了吗 敲给我看看 距离通讯时间不到四十五分钟了 我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的 就这么着吧 我相信真的101来编这个环 也就这水瓶了 原文照发 处长 三武七台出来了 是一阴紧人的手法吗 是他 闭上盐我也能分出来 好 你马上告诉他 让他把规定情报发过来 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官 我发完了 很好 以后就按这个发 接电源 是 参谋长 三五七发来情报 你看 龚军用十个纵队南下攻打沈阳 然后同时再打长春 这就解释清楚了 辽西地区铁路 为何最近运送繁忙起来 我这就去向卫长官汇报 继续督促三五七 给我们发来有价值的情报 是 我一个人唱独角戏 恐怕是撑不了多久 我告诉你 我是真撑不了多久 你怎么也得给我拍点跑龙套的 哪怕是一个诗呢 得假戏真唱这戏 我告诉你 这出戏如果是唱好了 我能给你省三个纵队不止 具体方案是吧 好 我认为啊 杨领三 如果我军能以四个师的兵力 南下开进 仰攻沈阳 就能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在东线 对对对对对 至少住守在沈阳的这三十万敌军 他不敢轻易吸进援助锦州 就能缓解我龚锦大军的压力 对 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 所以这出戏得这么唱 唱好了 才能唱得逼真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是 我等待也是命令 是 很多个人都想问 那种不巴胆了 这个真的 你知道存在那边 谁在处理我们发过去的假情报吗 谁 联系 通信 对方说 郭总的杨副参谋长 十分重视我们的情报 我喝喝 杨丽人 杨丽清 这哥俩 要碰一块了 怎么总能碰你呢 哥俩呗 对对对 哥俩 这个解释好 哥俩 明儿啊 我记得小的时候 丽人给我讲过一个 给狗熊吃药的故事 狗熊吃药 对啊 狗熊还吃药啊 狗熊和人一样啊 也生病啊 那行 我不讲 你不爱听是吧 快点啊 别败关子了 不是 你不想听我讲什么 讨厌 你不讲 我走了 别别别 我跟你讲 这个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很久很久以前 你怎么那么坏呀你 你严肃一点 行行行 我严肃 有一个老先生 养了一个狗熊的 嗯 狗熊病了 非常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老先生着急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精心地配置了一些药 就要给狗熊吃 狗熊不愿意啊 那是啊 人也不爱吃药啊 讨厌 谁是狗熊 你是 那狗熊不愿意 老先生着急 说怎么才能这个 这 这有病得治啊 你说怎么办吧 狗熊 把嘴掰开 把嘴掰开 往里灌呗 对 你说这个 得说这个 把狗熊的嘴掰开 那这药怎么喂呢 他还是不用吃 就是老先生想了一个办法 找了一张纸 然后把那个药膜啊 放到这儿 这个 知道怎么办了吗 怎么办 怎么才能把这药 喂到狗熊嘴里 药膜 放到这个纸槽里 药 放纸上 啊 放纸上 怎么才能 这个 倒进去 吹进去 哎呀 聪明 这个狗熊太聪明了 你 你怎么老说我 是狗熊啊 狗熊是太聪明了 对 是我现在的聪明 哎 这样我给你 我给你演示一遍吧 这个你演 我演先生 你演狗熊 我演先生 狗熊 我当狗熊 你当老先生 你多聪明啊 你看我 我是狗熊 我得把嘴张开吧 等着这药 到时候就往里吹啊 好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哎 真乖 我吹了啊 好好好 你怎么那么坏啊 你非得要做的 好先生呢 我说让你当狗熊 你不看吗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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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眉毛都摆了 岁数大了 行了 好了 知道 知道是怎么 怎么把这药喂进去了 然后老 老先生为什么就枪风了呢 我明白了 狗熊很聪明 他用了同样的方法 结果要反倒到老先生嘴里 没等老先生吹呢 他先吹了一口气 先生夺人 知道我 我们和丽人 谁是狗熊 谁是老先生 我们是狗熊 丽人是老先生 我们之间这种事情不止一回了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丽人 他呀 总是低估了狗熊的聪明 丽人丽清 狭路相逢 勇者胜 来 魏长官对我们的情报十分困惑 为什么 长官不理解 共军为何不先打孤城长春 却偏要直取沈阳 我还没吃饭呢 是 魏长官 不相信共军 会打沈阳 今天一大早 魏长官要击令空军 又一次低空侦察 尤其是沿铁路沿线的侦察 魏长官怀疑公军 会不会在锦州坐稳着 只是目前 還没发现任何迹象 可是 魏长官上个月来锦州视察的时候 还曾经说过 如果共军越过沈阳 远来辽西 交通不给不易 屯兵于监城之下 必造我关内和海上增援大军 以及沈阳守军的夹击 断然不敢走这步险棋啊 我东北国军的最高军士长官 都如此朝勤暮处 不是好事啊 大师长 你怎么敢断言 共军不敢走这步险棋 共军如果先打了锦州 那就意味着要将我六十万国军精锐 统统管在东北 一口吞下去 他们有那么大的胃口吗 即使有 他们能消化得了吗 吴师长怎么看 吴师长怎么看 对共军来说 这确实一步险棋 是险棋 也是好棋啊 我相信 如果历青是共军的总指挥 他会首先攻打锦州 为什么 历青拔萝卜 专检大个的 哦 性格实人 历青一向酷爱见走偏锋 我这个弟弟啊 参谋长 有新情况 怎么回事 情况有些不妙 我们前赴在郑家屯 张武西复新的关系 发来情报 沿线铁路近日大量 在夜间过往棚车 所有车厢都枷锁 并贴上了封条 行踪极其鬼秘 马上电令哈尔滨的三五七 让他立刻查明情况 看一看这个铁路运输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 快去 租降车厢都极臨的 他不走 他要发明什么 怎么回事 谁叫他 commented別翻唱 不爱能够一步离 立青 沈阳急电 指示三五七立即查明 郑家屯 张武 西福星 铁路沿线上 我军频繁活动的真实寓意 我料到了 这么大规模的铁路运输 不被敌人察觉 几乎是不可能的 电报语气非常严厉 命令三五七要在十二小时之内 务必要讲结果电送沈阳 怎么办呢 满电过还是不可能了 这里的铁路运输 跟攻打沈阳完全扯不上关系 如果 如果拖延 或者不与你踩呢 要非露馅不可 冬野的作战参谋 不可能连这样的技术细节 都解释不了 如果我们不利用三五七台 拖出敌人的视听 那他们一定会再派人来 那我们就什么都控制不了了 那直接回答敌人的询问 又不能引起敌人 对锦州方向的警惕 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得把敌人的注意力转向 关内转向华北 这样就解释了铁路调用的原因 可问题是 敌人会不会相信呢 不不不 我们的工作是回答对方的疑问 所以有回答比没回答要好 恰当地解释对方的疑问 那就是最好的回答 至于对手信不信 那我们就作用不了了 情报工作最重要的目的 引导对手出错 干扰对手正常的思维 给我接通野刺 我要跟103商量一下 尽量得把戏做的一针 请接103 连语气都得向野刺参谋让他 好 参谋长 参谋长 您快来看 357已经回电了 福田说 东北部分工军已经奉命入关 配合华北工军一起攻打 承德和赤锋 从逻辑上看 似乎是合情合理 华北阳城武兵团粤语一试 早就计划着要攻打 承德和赤锋了 如果霍水引到副作义那里去 应该对东北全局有利 看来东北的共军 还是对我们的精锐之势有所顾忌 还不足以侵吞我们 世子减软的去腻 太可惜了 还是缺少雄才大略 对了 这里有一份空军早晨发来的侦查报告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迹象 你跟空军他们说 我要整天派侦察机 那么多轰炸机全来保驾东啊 让他们干点正事 沿着郑家屯 张府西府新一带 轰炸上几个来回 有早没早的打上三杆子 你防不错 老李 挨炸了 真是心疼啊 那怎么办啊 忍着点吧 我不是早就给你吹过风吗 干枣拿油两头都甜的 是吧 你那是坏事 我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那可不能告诉你 我告诉你 反正是天大的好事 吃小亏占大便宜 账得从全局上算 行了 我不跟你废话了 赶紧抢修你的铁路吧 我这还有事呢 就这样 李清啊 101已经下达命令 冬夜八个主力纵队 将出击北宁铁路景州之唐山段 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 今晚战役就要打响了 一旦打响 我军所有的战略意图 都将暴露无遗 所以 你这个贾101 现在就可以下岗了 祝贺你 这处戏唱得太漂亮了 各方面的情报表明到目前为止 魏力皇仍然不知道我们要吃的 是他的景州城 这不算什么 就是你说 哎呀 人家都在打真仗呢 我在这儿陪太子读书 你以为你嫌得了啊 要令要昨天还在问呢 说杨丽清去哪儿了 我跟他汇报说 说你在我这儿 他说那不是拿大炮打蚊子吗 让他去石总带兵 让他替我 对付沈阳城里的料要香 真的啊老周 那还有假 命令都下来了 石总副司令兼师长 让你今天就去心里团报到 金州一旦打起来 随时接机 沈阳城里的料要香兵团 老天有眼啊 又让我杨丽清捞着仗打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谢谢老周 谢什么呀 看把你美的 无容汤木鱼 是料兵团两个王派市的师长 一会儿又变成你们的冤家会了吧 唐木鱼 在重庆就给我放下狠话了 既然是不期而遇了 就得一见高下 我倒要看看他 每届王牌是什么货色 这不是啊 办公室完毕归座 行李给你收拾好了 在外面车上呢 有天到校园门区 火辈气质彭陶人 讨厌 路上注意安全 ger 我走 開开开来 躺开了 这吃酒吧 难免 可是我喜欢什么 竟然还给我来电 来抢过他的三五棋台 我看他 我看他 五十人间就是个白痴 他搞出这个三五棋台 他蒙骗了我们所有的将领 我要控告报仁峰 我控告他 他独职之罪 他犯犯假情报之罪 我 我 参部长 既然是这样 你觉得不应该撕毁这份电报 而且把它交给魏长官 这样所有的人才能够如弄出行 好 好 我 我 我去 巨星华社发自荆州前线消息 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 到今天下午六时 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荆州 全监国民党荆州首帝十万余人 荆州的解放 表明东北局势已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中国洞江军委以下国东北野战军 颁发了全街东北国民党军的政治动员令 累死我了 厉害得起来 建秋 你把那些睡衣给我一套一套整理过 我妈 那几个箱子都给我拿出来 谁把声音起开那么大声 浪费电 干嘛呢 我抢了好几箱睡衣 愁子的 硬偷货 真是的 你买那么多睡衣干什么 你穿得了吗 你不知道 就这几件睡衣都是我挤破了头才抢回来的 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都变成什么样了 商店里的柜台都给挤破了 连球皮大衣都给抢光了 哎 就连橱窗里模特的衣服都给扒下来 一件都不剩 那药店里什么维生素 潘尼西林 什么乱七八糟的澡都脱销了 今天要不是我去丝绸店去的澡 睡衣早就不剩一件了 我看这些人都疯了 急着要把手里的金元券划出去 哎呦 见什么买什么 那饭店舞厅都挤满了人 哎 就连那种特别丑特别丑的舞女 那都闲不下来 你说这事到怎么得了 我觉得完蛋了 我觉得上海真的是完蛋了 天都要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去忙吧 去忙你的吧 懒得跟你啰嗦 你呀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不当家 你就会说一些漂亮话 我们当家的难处 哎 我跟你说 我现在这些睡衣 也比钻在你手里的废纸墙 我听隔壁李太太说了 她已经把手里的金元券 都换成美元了 咱们换不了美元 咱们换几件睡衣啊 啰嗦不啰嗦 走吧走吧 哎你 我跟你说不明白 你也不懂 哎 千秋 来 拿着 李华 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 你们的蒋公子今天不打老虎了 金国的改革撑不下去了 南京方面传来了让他回去的风声 经济遭到了这一步 共产党是怎么搞经济的 人家那边也有一亿多人啊 民生搞得好 仗也打得好 你不知道吧 共产党今天打下了锦州啊 你从哪儿来的消息 又从广播上听的吧 李华 你看你这个 立法委员的消息 还不如我这个 仙人哪 难怪金国今天这么沮丧 我看是 无可奈何 花落去呀 锦州要是失守了 那立人就危险了 爹 你怎么笑得出来 咱们杨家从二七年开始 没有一天不为立情操心的 二十一年过去了 现在终于轮到为立人操心了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觉得可笑吗 反正啊 我绝对可笑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落花有益 流水无情啊 爹 你真的不操心吗 孩子 操心有用吗 人之命天注定啊 国家尚且我 李华 李华 你别听你爹瞎说 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套水衣 可好看了 走 跟我看看去 我给你 国家尚且如此 个人能置之都爱吗 能置之都爱吗 能置之都爱吗 来 快 大点声 我听不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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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李卓 在cera 行 冰 这些烟烟 必然充满的烟 天下不舍的泪光 思念到烛光 点燃了星空 银红的烛泪 坏落在历史面包 我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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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自由 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我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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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自由 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惊慌 因为我们的血 为祖国流淌 因为我们的血 为祖国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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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 Tan 完成订阅 作为祖国流淌